黃國昌住家後陽台突出違建 被國產署認定侵占國有地 但黃國昌716上凱道時 卻直言事前不知情 三十幾年來 我們從來沒有收到政府的任何通知 甚至到上禮拜五 我也是經由媒體知道這件事情 說是透過媒體才知道 台灣智庫策略長王毅川也提出質疑 第1號13的這一塊國有地 登記在戲紙白雲段 第一次登記在107年11月19號 而110年6月22號時補半編定 面積清楚記載25.34平方公尺 而旁邊這一塊則是戲紙繡山段 110年8月3號進行補半編定 同樣也畫出了面積範圍 不過畫設面積時 黃國昌怎麼可能不知情 要測量面積一定要走進黃國昌的家 國有財源署你們知道以後 有沒有通知占用人 如果你們有發了任何的通知 給黃國昌 那黃國昌有沒有繳錢 他有繳錢代表黃國昌就知道 那如果國有財源署都沒有發通知 給黃國昌 那為什麼黃國昌佔用來做違建 你們沒辦法處理 由於第一次登記在107年 也就是黃國昌擔任立委期間 土地管理人國產署是否有作為 解稿前尚未回應 而網紅4X貓也PO文 網路上有專業人士 點出黃國昌後方違建建物算一算多達8種各式不同家蓋 從最頂樓不僅有陽台外推下方還有鐵皮違建 更直言太厲害 還說沒有算鐵窗的話 這圖可以存下來給顧客看要哪一種 據瞭解欺詐國有第一部分 國產署將會前往正良 如果黃國昌不自行猜除 新北可能會強制猜 並且收費約30萬 國昌老師口中的該怎樣就怎樣 效率跟進度是否也等同霸氣